中美俄调动10万大军所需时间对比,每4小时和12小时,中国呢在弹极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比时,相信大家最先想到的,就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。 不得不承认,美国的军事力量确实不容小觑,既然能称得上是超级强国,那么,自然有它的过人之处。 除了经济实力上的绝对领先之外,在军事上,也是领先世界其他国家。 但是这种强大,也是从综合实力上来进行比拼的,因为美国虽然厉害,但是不代表他们什么都厉害,什么都比其他国家强,并不是这样的。 咱们都知道,美国虽然没有特别发达的高铁,但是他们的运输机很强大。 在海湾战争中,美国表现出来惊人的空中运输能力让人叹为观止。 很多人不理解,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,为什么不像中国一样,修建更为便利的高铁呢? 其实我们知道,其实美国人口并不多,对他们而言,有飞机就足够了,没有必要花那么多代价去修建高铁。 所以,他们的运输机领域非常发达,我们也知道,在目前世界上所有的交通工具中,飞机应该是速度最快的了。 那么,假如美国要用运输机集结10万个兵力,进行跨海作战的话,最快需要多久呢?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,如果用317全球把王运输机的话,只是要4个小时就够了。 那么,作为另一个曾经有希望成为超级大国的俄罗斯,他们如果想要集结一,0万的兵力进行跨海作战的话,需要多久呢? 首先,我们知道,俄罗斯在运输机领域,并没有美国发达。 在飞机领域,俄罗斯的轰炸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,但是其他的,并不是很突出。 我们知道,俄罗斯地貌广阔,再加上运输机不是那么先进,所以只能陆地运输和空中运输同步进行,但是如果想要集结十万大军的话,至少需要12个小时的时间。 那么中国呢? 可能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值得答案了。 毕竟在看外美国和俄罗斯的数据之后,中国的数据似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 我们知道,高铁目前是我国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之一,也是极速度与运输量于一体的最佳运输方式。 我国的兵力比较奔散,这是因为我国做到了全国防务,也就是无死角的保护国家安全,不管边防上所有多偏僻,条件有多艰苦,我国解放军依然会派部队助手。 那么如果进行跨海作战,我国和俄罗斯差不多,也是空中和陆地同步进行,但是速度就要比俄罗斯快很多了。 专家表示,十万并率只需要六个小时,就能全部集结完毕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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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